好那么讲完这个领回归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 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模型的保存以加载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当你这个东西已经训练好之后 难道我下次再去用的时候 难道还要使用刚才训练的东西吗 肯定不是吧 因为假如说我们现在用的 这个限领回归 我们先不考虑其他的 假如呢我们把其他的先注释掉 好假如说你这个有了数据 对吧我现在训练出来 fit之后 这些callif是不是已经保存好之后的 就是说已经计算好之后的数据吧 那么这些数据也好 我预测测试起来 那现在别人要去用的时候 难道是直接又再去fit一下 再去用这个东西预测吗 不是吧 那我就可以用cyclelearn呢 把我们的这个模型给保存下来 那么这个保存模型和加载模型呢 非常简单 那怎么去做呢 在cyclelearn里面 有一个叫insternals 有个叫joblib joblib的这样的一个固模块 或者说模块 它就能够保存我们的模型 那我们可以通过joblib呢 可以保存 那么保存使用单法 加载使用load 其实就是一个序列化和读取这样的一个 序列化的后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对吧 那这里面的pkl是cyclelearn里面固定的这种文件保存格式 就叫pkl 那么这是一种呢 二进制文件 那你可以去读取这样一个二进制文件 当你读取之后 返回的就是你保存的模型 注意了 返回的就是你保存的模型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保存 假如说我们现在啊 以这个限情回归为例 对吧 首先我们来导入一下 我们保存模型的api 点externals 对吧 import一下joblib joblib 那这joblib呢 我就可以使用它去保存 那当你去feed的时候 你已经得出参数了 是不是我要保存哪一个 是不是保存这样的一个限情回归的模型啊 注意了 你在这里保存的 是不是已经是经过你的训练节 去训练得出来这些参数啊 你是不是想要的 是不是就是这些参数吧 对吧 那你保存的时候呢 只要填一个什么 不是参数啊 最要这里填的就是你的extremator 你要保存哪一个 是不是这个LR 这个LR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保存 保存训练好的模型 当然这个地方啊 没有什么训练的概念 对吧 因为这个cycle论啊 它这个APM呢 我们这个使用 其实不是特别方便 在我们的tonservlo当中 我们保存模型 都是我们自己训练完成之后的 这样一个模型 那先呢 我们就先看一下cycle论 怎么去保存的 joblib点dump 那么time呢 你要保存的模型 第一个参数就是LR 第二个就是你这个模型 保存在哪个文件当中 好 我可以指定 比如说我指定 再来一个time文件 比如说再来一个time目录 对吧 我就把我干脆的模型呢 就保存time目录 我可以指定 在跟我这同级目录下 d03 同级目录下的time 当然前目录下time 给你模型取个名字 比如说叫test.pkl 这就是你模型的名字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不考虑其他的啊 不考虑其他的算法 得出的模型结果怎么样 我们先考虑这个正规方程 这种现金回归 好 运行好之后 我们不管这个结果 看一下time下面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test.pkl 那这个东西 我就可以干嘛了 这是你训练很多数据之后的结果吧 对吧 那我去读取这个数据 那读取数据 别人在使用这个模型 保存好的这样的一个pkl文件 还需要去训练吗 不需要 是不是我这一堆 还包括你这模型保存 是不是都可以不用了吗 那我现在干嘛 我就不用它本身去进行预测了吧 我要干嘛 是不是使用我模型出来预测 那现在好 假设说啊 你现在从别人那里获取未知数据了 对吧 去预测模型的结果 预测结果吧 环架结果 那你要干嘛 是不是要把这个模型里面 导出来 那导出来 非常简单 一个J 这个joblib点load 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load里面的参数是什么呢 直接就是你文件的目录 就行了 那文件的目录 就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目录下 对吧 当你读取这个test的这个pal之后呢 你就能够使用这里面 它保存返回的是一个extinct 也说你当时用什么模型去训练的 那这个地方 我们返回的就是哪一个模型 那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以LR去 当然你可以取别的名字 对吧 model 那这个model 跟我们刚才训练出来的这个model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对吧 它的call if 是不是跟这个call if一样 那既然它是extinct 我就可以去干嘛 预测 是不是可以预测 它也有 也有这样一个predict的这样一个函数 我可以预测什么 是不是extext的传进去 反为一个外干 predict的这样一个结果 是不是这样 那既然这个地方 注意到你是标准化的之后的值 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标准化之后的值给转换一下 spy.inverse 穿错 但你要看到真正有意义的结果 肯定是要进行转换的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保存的模型预测的 对吧 保存的模型预测的结果 外干predict 对吧 好 那接着我们就来运行 看到我们有没有去训练 没有吧 我们直接去运行这个结果 这个是job joblib 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保存模型预测的结果 是不是 是吧 说明你可以去用这样一个模型去预测 为之数据结果吧 你只要干嘛 把你的测试数据集的特征值准备好就行了吧 对不对 你就可以去预测了 那这个就是你真正去拿去给别人用的 对吧 哎我预测这个房子的价格是29万 对吧 这个比如说13万 那这就是你预测的结果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模型的保存加载 由于这样的一个赛费论当中 对吧 它其实已经提供非常好的完整的一个API了 对吧 我们就直接用它的这样API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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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